大家好 欢迎关注焦点对话节目 想必大家都知道多伦多著名的豪宅区跑马进 那么最近呢就有这个业内的机构调查显示 这个该区的华人业主呢越来越多 而且在近两年抢offer的这个买家当中呢 大多数都是华人的身影 那么针对这个现象呢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 红利地产的资深经济人李美国先生 请他来给我们谈一下他的看法 李先生您好 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华人投资啊 投资豪宅 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去选择去温哥华投资 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就是导致近期近年来 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投资者 向这个多伦多方向发展呢 大家好 我也发现同样的问题 最近的话 华人朋友 直接定居多伦多的比较多 还有一部分人从温哥华转过来 那么这些成功人士呢 他们在多伦多安家 我想主要原因是 多伦多的金融和经济首都的地位 越来越被大家认可 对 另外呢 多伦多呢 连续几年被评为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城市之一 而且明天前茅 这种现象呢 给大家增加了很多信心的 很多成功人士认为 定居多伦多更有利于他们子女 长期的发展 就是说这个 多伦多的就业和教育的这个机会是比较多的 对 多伦多呢 教育机会多 就业机会多 而且呢 专业面广 这样的话 对他们的孩子 长期发展是比较有利的 那我们能不能就是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多伦多的这个豪宅有哪些 他们的各自特点是什么 多伦多的豪宅呢 比较有特色 首先我介绍一下跑马径 就是Bright Pass 那周围的主要三条大街 那么这里的房子呢 这里的豪宅呢 可以说是豪宅中的豪宅 它特点的地是占地大 每个豪宅的占地大概是两到三英亩 第二呢 房子非常大 每个豪宅呢 进度面积大概在一万到两万平方英尺之间 新的话基本上都在两万英尺左右 那么价格呢 在一千万到两千万之间 光那个地价格就在六百万到九百万之间 那就是说就是这个跑马径 就是我们这个相当于这个多伦多豪宅当中的 就是战斗机对吧 对 就是最最精英的人士才能够就是买得起它 对 而且它的校区呢 也是安省的 所以所有的校区 周围呢 私校也非常多 非常方便 不管进公校还进私校 对孩子都是非常好的 那除了这个跑马径还有哪些 另外呢 我想介绍一下这玫瑰谷 玫瑰谷的话在跑马街的南面 在央街 东面 那么它的特点呢 是历史悠久 大概在一百年 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 那么每一个房子呢 面积大概在五千到一万平方英尺之间呢 它的特点呢是古香古色 每个房呢 进住呢 风格 比较有风格 而且里面装修呢 也是亲自摆旗的 就环境非常的优美 环境非常优美 而且那里的房子大门都是历史文物 那还有就是 另外呢 可以介绍一下森林山 那森林山的特点呢 和玫瑰谷有点接近 它的房子呢 占地有的比那个玫瑰谷稍微大一点 因为它比它稍微年轻一些 另外房子价格大概在 三四百万到七八百万这个样子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欧瑰谷的 湖边的一个豪宅区 就是南面Dontown 欧瑰谷Dontown 对 那么它的特点呢 它是靠近湖边 靠近湖边是它的特点 它占地呢 也是比较大的 大的话 也就在一亿亿亿左右 它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后花园呢 就是湖边 那你自己有自己的游船码头 甚至还有自己的船房 这是它最大的特点 那我们就说 购买这个豪宅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就跟普通的豪宅 普通的住宅 有什么区别的购买商 那么购买豪宅呢 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 买房的就是location 那第二个呢 还要考虑到 你这个 你需要多大的面积的房子 第三个呢 你考虑到房子建筑风格 因为豪宅 很多豪宅都是量身精致的 对 它里面的房间的布局啊 等等的和一般的房子不一样 那第三个呢 就是建筑材料 因为很多豪宅用的建筑材料 都是非常顶级的 它里面呢 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建筑材料 这的话 你需要找一个 比较有精硬的地产经济 能够真正把这个豪宅的 它具有的这些特点 给你介绍清楚 第二个呢 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分析 因为豪宅的话 和一般的房子比较起来 价格分析更加困难一些 因为它的可以对比的房子比较少 这样就需要你通过一些方面计算一下 那比较荣幸的话 我在豪宅方面 有过一些成功的经历 帮客户买一些豪宅 那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华人啊 就是他们会通过买房来翻建 然后来作为投资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就是想问一下您 就是说豪宅翻建 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豪宅翻建 比一般的房子 翻建难度更大一些 第一还是个location 就是位置 你要找一个 必要有发展前途 就价格比较高的 一般的有钱人 比较喜欢去的区域 翻建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也是 那你这个房子 你需要盖多大的房子 一起使用什么样的材料 这些东西在翻建之前 都要精打细算 最后要控制成本 这样的话 才能保证你翻建以后 有利可图 翻建的时候啊 这里面专业的东西很多 一定要选重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李先生 做客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讲了一些 这个关于豪宅的知识 那这个豪宅的看似 离我们这个普通人 非常的遥远 只是一部分精英人士的选择 但是这个豪宅的市场 还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 那比如说 我们的华人能力 华人的购买能力 是越来越强 多伦多的市场 越来越受欢迎 是吧 对好了 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会 谢谢大家